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都看过他写的欧耶里与格兰台 可是这只是他97部小说中间的一部 他一生要写125部小说 他计划 结果他只写到97部 他在5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这是法国文学巨大的损失 也是世界文学巨大的损失 看巴尔扎克的小说 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 19世纪 法国的上流社会 法国的基层社会 是怎么样一种现状 他把各社人等都在小说里面写出来 再现给你看 一百多年 两百年过去了 马上两百年过去了 他的小说在今天还具有现实意义 他的人物还可以站在你的面前 就说明说他的小说的魅力依然存在 他去世的时候 法国另外一个最著名的作家 余果 还有大众马 亲自给他执佛 1936年鲁姓去世在上海 也是中国众多的作家给他执佛 就是那个白色的带子 拉着车往前面走 有没有 表示一种敬意 表示一种尊重 当时 巴尔扎克他死在巴黎 要拉到拉雪之神府公墓 在郊区 很远 就好像从市区要拉到我们大学城一样 大学城不是郊区吗 就这么远 在雨中 没有人遮雨 然后在墓地 在飞飞的细雨中 雨果 给他做了极高的评价 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 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 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 巴尔扎克是佼佼者 而拉雪之神府公墓 里面埋的都是伟人 都是名人 早先巴黎的人 很不讲科学 人死了就在市区里面埋 死人活人生活在一起 很容易传播瘟疫 建议大家往郊区去埋 大家不干 太远了 很麻烦 于是有人就建议 因为拉雪之是 人类史上很著名的一个神府 做了很多的好事 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一个大善人 他的墓地在郊区 有人就建议 把他那个墓地开闭成公墓 大家会愿意 与这个大善人为伍 果然 随着名人 争多 大家都愿意 死了以后 埋在拉雪之神府公墓 名气就是这么积累起来的 巴尔扎克也不例外 你们如果有一天去巴尼 一定会去参观 拉雪之神府公墓 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旅游景点 因为它同时是巴尼公社起义 最后147个巴尼公社社员 战死的地方 他被政府军打压到 退到那个郊区 退到那个墓地里去 最后在一排墙面前 全部没有一个投降 拒不投降 壮烈牺牲 今天 拉雪之神府公墓 同样是让革命者 中国最早的 不中国 世界最早的革命政权之一 巴黎公社 巴尔扎克就埋在那个地方 1832年 巴尔扎克刚刚展露头角的时候 30岁出头 他就有一个女崇拜者 韩斯卡记者 乌克兰一个记者 他给他写去热情洋映的信 给予他小说极大的肯定 这对巴尔扎克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和鼓舞 可是那时候 韩斯卡本人 还是韩斯基的 公爵的夫人 不行 十年以后 他丈夫死了 他才到巴黎来 跟巴尔扎克结合 两个人同居 一直同居到巴尔扎克 51岁死前的两个月 才结合 结合了两个月后 巴尔扎克就去世了 巴尔扎克 你们知道欧耶尼葛兰台 你们还要知道 他的另外一部 比较 97部中间 比较著名的代表作 脚水女人 听说过没有 脚水女人 在今天 你们记住 它就是第三者的代名词 脚浑水不是好东西 好听一点 叫做情人 不好听一点 就是脚水女人 巴尔扎克在这里面 讲了一个遗产之争 两个流氓无赖 两个都是军官出身的流氓无赖 使尽浑身的解数 争夺一笔遗产 而其中那一方 就是利用 他跟这个遗产主人的 脚水女人 就是这个遗产主人的情人 有一腿 很粗的一腿 另外一方 是这个遗产主人的外甥 两个就开始展开激烈的争夺 写得唯妙唯肖 在今天 我们也还依然很多人 为遗产之争 打得头破血流 巴尔扎克在一百多年前就写给你看了 这就是社会的禁止的作用 小说家 在今天大家意识到它的作用 可是小说家在很早的时候 是不受人尊重的 尤其在中国 有一个成语叫三教九流 我在这里要纠正大家一个错误的概念 很多人都把三教九流当作贬义词 一讲这个人 哎呀 他这个人三教九流的 是吧 把它做成一个贬义 贬义词来使用 来看待 是错误的 三教九流是一个中意 中性词 这表示 所有人类从事的职业 都在这里面 上到国王 下到引车卖奖者流 都叫三教九流 那么三教不要讲了 儒是道 对吧 九流 九流最早是司马迁的父亲 司马唐提出来的 司马唐是太史令 他在《论六家要子》里面 把百家划分为六家 阴阳家 儒家 末家 明家 法家 道德家 六家 然后刘勋 刘勋在七略里面 在司马唐划分六家的基础上 增加四家 扩充为十家 中国人都喜欢讲十权大补 我们解放初期 搞了十大建设 蒋经国 在他的往年 在北京 不是 在台湾 也搞了十大建设 什么都喜欢讲十 毛主席有论十大关系 我们喜欢讲十权大补 那么在这里 十家 终于有了小说家 增加的四家是 纵横 杂家 龙家 小说家 十家 可是到了班固 他就在汉书里面 汉书是很好的一部史记书 是很好的一部 人家叫做史记序 他居然率先把小说家排斥在外 诸子十家 岂可观者 九家而已 班固率先瞧不起小说家 于是人们就去掉了小说家 九流中间 只有到龙家为止 也就是说 小说家连龙民都不如 最后一家是龙民 龙民前面是杂家 因此 小说作家的地位提高以后 今天大部分的作家 不用比名了 而 知道了 小说家也就是 三教九流中间职业的一种 有很多是专业作家 就是吃小说这碗饭的 创作小说 为生的 就像理发师 就像科学家一样样的 可是在历史上 中国古代一直轻视小说 小说家不敢数自己的真名 比如说金平梅的作者 《狼林孝孝生》 对吧 《狼林》在中国历史上 有两个地方叫过《狼林》 一个是山东的参山县 《狼林镇》 一个是江苏的武进县 武进县在历史上 叫过《狼林》 最后经过历史学家考证 这个《狼林孝孝生》 是江苏武进人 王世珍 是明朝著名的一个大才子 大文学家 他的官做到了 嘉靖皇帝的刑部上书 刑部是今天的什么部啊 司法部 对吧 他当过司法部长 可是这当过部长 这一级的人了 他还是爱写小说 怎么办啊 他不敢把自己的真名暴露出来 他就叫《狼林孝孝生》 孝孝生 《狼林》是他的地名 是他所属的地方 我是这个地方的人士 孝孝孝生就是你们看一看 一笑自知 辽薄一颤 《狼林》孝孝生 他通过小说 《水浒传》里面 《武松杀嫂》 《武松杀嫂》 杀潘金莲那一段 引申出这个故事 加以扩展 变成了一部小说 《金平梅》三个字 英国大不连颠 百科全书 给金平梅以极高的评价 他说金平梅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毛泽东也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我们后面来讲 金平梅 书名三个字 就是西门庆 三个老婆歌曲名字中间 歌曲一个字 组合而成 第一个老婆 老婆潘金莲取金字 第二个老婆李平儿取瓶字 第三个老婆盘春梅取梅字 金平梅 而金平梅讲的是明朝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刚刚产生的时候 城市里面的社会形状 中国今天的官商勾结很严重 他的鼻祖之一就是西门庆 西门庆原来就是一个小商人 卖中药的 可是他懂得勾结国安府 他懂得跟县太爷跟知府打得火热 他要整谁就整谁 他知道银子作用是有限的 中国历来歧视财富 是吧 铜臭 阿独 孔方兄 对钱都带着贬义 金平梅很懂得这一点 他就是跟官府好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讲 他在中间 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做宋慧莲的女的 这是个什么人呢 这是他一个奴才的老婆 他是高级的野狗 下山烂的野狗 反正被他看中的都搞 他看中了宋慧莲什么一点啊 白 皮肤白 俗话说一白则白丑啊 他跟宋慧莲乱搞 他就想把他的丈夫赶走 他就勾结官府 鹅 诬陷 莱万 偷东西 把张物 事先藏在莱万的衣柜里面 然后逮个正招 就把他发配 冲军去 这个潘金莲 蛇蟹心肠啊 那罪独莫过妇人心 这当然 有一篇 一篇盖全的这种嫌疑了 潘金莲很恨他丈夫在外面胡搞 可是他又为了巴结他的西门庆丈夫 建议他丈夫说 你干嘛把宋慧莲的丈夫 只给他发配啊 他只要活着一天 他老婆的心都是向到他丈夫的 他即便跟你也是三心二意啊 你不如就直接把他做了 西门庆觉得有道理 跟潘金莲亲热了一把以后 就叫光复 直接猜疑在压戒的途中 就把莱万给结果了性命 可是这个事情被宋慧莲知道了 这个女子还算是有良心 也还算是有一点骨气 她起先尾声于西门庆 这个主人 就是为了能够保丈夫平安 既然丈夫已然被你祸害掉了 我还活个什么劲 你也别想得到我 他就死给他看 宋慧莲就死掉了 让西门庆很痛苦 很难过 当然是暂时的 类似于这种情节 在金平梅里面很多 所以它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保暖私淫欲啊 有钱人就变坏啊 毛泽东武评过金平梅 他最早在党的高层干部中间 提倡大家去读金平梅 他曾五次 最早的时候是五六年 1956年2月 他在党的高层干部中间指出看 他说水火状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 金平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 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你看 毛主席对金平梅的评价比红楼梦还高 第二次是57年 第二年又说 金平梅可供参考 就是书中侮辱妇女的情节不好 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他不能让老百姓看的 这时候已经降到的省委书记 以及从大区的书记 降到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全国也就几十个吧 第三次是59年 他又讲了金平梅 而且他每次讲金平梅 都是拿他跟各种小说比 跟东周列国字比 跟官产现行纪比 在这里面第五次讲的时候 跟官产现行纪比 第四次讲的时候 跟辽哉志义比 跟红楼梅比 老祖宗他是一个历史学家 他喜欢看各种历史小说 他拿去比 他认为红楼梅 很多地方不如金平梅 当然这见仁见智的说法了 但至少可以说金平梅 长期以来作为毁音毁道的书 作为一个大赌草 而压着很久很久 不让老百姓看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今天得以平凡 大家可以看看 那么写小说 是有创作经验可言的 老舍就说过 知道了全海之后再写一个岛 我说 你如果养三叶 你不能是只有一片三叶 就去养一只肠 甚至养一群肠 你必须拥有众多的三叶以后 你才能去养一只肠 在座的小时候都有这个体会 肠它从孵出来起 它一直到吐司前 是没有停止地在那边吃 吃它的三叶 对吧 它生长巨快 它的生命很短暂 它的生长非常快 学小说就这个道理 你手续必须拥有很多的三叶 你才能养小说这一只肠